欸你這週要幹嘛 要不要一起放個牆 欸你這週要幹嘛 喔~~~ 邀請到你們來這個我這張專輯裡面 我實在是太開心了 真的是榮幸 但說實在這首歌 我當初要找你們的時候 我根本沒有管你們大不大眼 對 他當初就是直接問我說 欸有沒有興趣做一首歌 然後我當然就是覺得是我們的榮幸 我立刻就說好 然後我立刻說好的大概 過了十秒 他就說我做好了 哈哈哈哈哈 他先展後座 對 先展後座 先展後座 後座 跟他們講的之前那段時間 我就一直在看他們的影片 就很紓壓很療癒 然後我就看著看著看著就好像仿佛 就跟我覺得 跟所有Alfred一樣就是 好像仿佛跟你們一起去玩 我一直想寫一首就是可以一起 就是出去玩的歌 對 然後再這樣我又一直看他看得很開心 因為我之前主持外景節目很長的時間 所以就是我一直會有那個情緒 給你們這個Slogan 我也覺得就是很有趣 心有氣氣耶 對 所以我就寫了這首歌 不過這次在錄音的時候其實很有趣 欸姊姊打死也不想唱 對 我真的都完全不想唱耶 我們就一直鼓勵 我成品出來的時候 一出來的第一句居然是我 我整個大業 我的角色是 我很想出去玩 但是我沒有行動力 所以我就在家一直在弄一些 就是假的出去玩的照片當網美 算無聊耶 算無聊 然後跟著你們就是 Vivo就是可以出去走 走啦 出來啦 把卡拿出來刷下去 對啦 你現在要幹嘛 讓我天天想 兄弟姐妹給我點想法 還是必就先來個涼打 跟著我來吃個香辣 不要讓腦袋講話 這就要幹嘛 這就要幹嘛 要不要讓星期年放個站